好 所以你在這邊 這個304這個題目 你只要在其中一個範圍點選出存格 一個就好 然後插入 選擇散步圖 然後選擇最下面這一個 他有說是帶有直線的 xy散步圖 ok 對應的工具立刻呢就跑出來了 那這裡呢只有 你可以看到 稍微拉到右邊來 只有AB這兩種 A的兩種 測試抱歉 沒有B牌 所以我們要加入B牌 怎麼加呢 這裡有個選取資料 請你按 新增 注意看 新增 數列名稱就是這個數列的名字叫做什麼 像這裡有A品牌 A品牌第二種測試 所以 以此類推 我們是要B品牌的 B1 那X軸呢 那X軸呢 就是指這邊的X軸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按住 Ctrl Shift向下鍵 到A02 再來是Y軸 那Y軸的話呢 第一種品牌 第一種品牌 從這裡開始 Ctrl Shift向下鍵 從B2到B102 這是第一 然後再來呢再新增一次 好這一次呢 你可以看到現在是B品牌 B總測試 所以我們接下來是B品牌的第二種測試 B品牌 C1 然後呢 X軸還是一樣都是這個間距 都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選擇一下間距 好 那再來的話呢 Y軸的話就是C2 到C102 就這樣子 A2到A102是他的X軸 C2到C102就是他的Y軸 按確定 好 你會等一下應該這裡要有四個 數列才對 好 OK 這樣可以嗎 好 這A品牌B品牌兩種數列 好 那沒有問題就請你按確定 然後呢 再去移動圖表就可以了 好 移動圖表 然後新工作表 然後這裡呢就請你打比較圖表 好 打完就按確定 好 好 那至於呢 他的那個標題呢 他有說 標題樣式呢 叫你參考這個結果圖 那其實就是指那個A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選擇版面配置 圖表標題 在圖表上方 那請你在資料編輯列這邊點一下 依到題目的要求 然後輸入這個他的要求 他的指定的文字 然後輸入 輸入完畢之後 就請你按Enter OK 然後呢 他說X軸標題跟Y軸標題 他說這個怎麼測試間距 變形弧度 這個都是一樣 在做標題的輸入 我們就一併做一做 這個做完請你做隔壁這個就對了 然後主水平 這邊 在我們就選擇這個 他一樣在這邊輸入測試間距 然後按Enter 再做一次做標題 這次選擇組垂直 那你請你選擇第二個旋轉的標題 因為呢他的結果圖就是指這個 再來一次Enter 好 那這樣子一二三四 這四個步驟是這樣的處理方式 那第五個步驟的話 他說顯示水平跟主要格線 好我們先坐到這裡好了 請多元先練習到這裡 好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第五步驟 那這個要顯示水平跟垂直的主要格線跟次壓格線 那我們就是把這兩個都一樣選擇最下面 主要跟次壓格線 好那這樣第五步驟就結束 好那這樣第五步驟就結束 第六步驟他說要把圖力改成下方 那我們就選擇圖力 好在下方顯示圖力這裡 好然後再到常用的地方 去改變一下他的圖力的大小 文字是12指 我們這邊先點一下這個圖力 再改一下 好然後再來第七步驟 他說這個水平走 好那請你這邊留意一下 我們在這邊你要先改成 就是選擇水平走 然後呢再去選擇格式化選取範圍 好這邊呢依照題目要求改成1 最大值改成6 然後主要刻度是交叉 再來線條色彩的話是時薪線條 那麼深褐色背景二較升75% 然後再來線條樣式則是4.5pt 好這樣就完成了這個304的做 好的這個做法 好這樣就完成了這個304的做法